2009年服役的5G10放在中国当前大量新型武器装备交付的背景下的确不起眼 在珠海航展上 即使是歼20运20等明星武器的模型前 都有大量的人在围观和拍照 而一架5G10真机停放在机场上 围观的人群都不多 服役近十年的5G10被称为过气网红的确不为过 十年前 J-10和5G10是网络上宠儿 每一张新发布的照片或是模糊不清的视频 在网络上都会引发大量围观 就如现在的第三艘航母一样 然而有意思的是 珠海航展上被国人冷落的5G10近来却频繁地出现在国际媒体上 一家媒体报道称 中国的武装直升机正在准备城市战 该报道关注了5G10在战争中应用 报道称 作为中国第一款国产的攻击直升机5G10 它的功能同美军的阿帕奇相当 此前中国部署武装直升机是针对陆战的坦克和装甲车辆 但是中国现在训练陆航部队的城市战水平 城市地区的电磁环境非常复杂 远不是偏远的地区可比的 狭窄的城市空间意味着直升机只能配置两到三架飞机的小组执行任务 而不是攻击直升机机群集中攻击 从公开的消息分析 装备5G10的部队学会了如何进行城市战 以及应对电磁干扰的方法 另有一家媒体报道称 中国制造的G10ME直升机日益精致 该报道关注5G10的国际市场的出口 文章称 专为出口研发的G10ME武装直升机配备了新型红外抑制器 使其能够更好地避开敌方的导弹 抑制器可以减少红外辐射 使直升机对红外制导的导弹引申达到躲开导弹的效果 军事专家称 中东东南亚以及南美洲的许多国家都需要这样的武装直升机 它比美国制造的AH-64阿帕奇便宜 但具有足够的火力 这使得G10ME成为一个理想的选择 实际上从国际媒体的报道上看 之所以他们重视5G10 是因为这款已经服役了近十年的武装直升机 现在拥有非常高的实战水平 在未来可能战争中将会发挥至关重要的作用 另外5G10推出出口型号并配置了非常现代化的设备 也意味着中国陆航部队自己装备的该型直升机更加先进 当然中国武器装备出口近年来一直在递增 也不再是以前的低端装备 更多的是诸如潜艇无人机军舰新型主战坦克先进装备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请不吝点赞 订阅